我現在就在人家辦公室旁邊拍影片 我非常害羞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貝人 看看我們今天要來到哪 有沒有特別換了一個場景喔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Ubisoft的辦公室 那每次來到他們的辦公室 就是可以試玩新遊戲啦 今天我們要玩這款遊戲 叫做芬妮克斯傳說 它是2019年在伊山展上面 展的眾神與怪獸這款遊戲 它改名字了 沒錯 那這款遊戲呢 它也是由刺客教條奧德賽的 原班人馬團隊製作 故事內容是講解希臘神話 那我們就跟著我一起去試玩這款遊戲吧 玩這款遊戲之前呢 我有寫到觀望的介紹看過 畫風有別於以往玩的刺客教條 看門狗這種走寫石派的系列 芬妮克斯傳說呢 走的是可愛童話的畫風 看起來是不是比較親民一點啊 芬妮克斯傳說是一款第三人稱 開放世界的動作冒險遊戲 故事以希臘神話為背景 而玩家扮演的主角就叫做芬妮克斯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 在希臘神話中最可怕的敵人 他掙脫了千年的枷鎖 要出來向眾神復仇 但有個預言說 只有玩家扮演的芬妮克斯 可以拯救希臘諸神 並幫忙他們奪回王國 是不是有一個被賦予重責大任的感覺啊 故事就因此而展開 遊戲的主舞台叫黃金島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島上就分成這幾個區域 那每個區域的靈感呢 都來自於一位希臘神 那我們試玩版玩的區域就是由火山之神 赫菲斯托斯管理的斷爐之地 所以這邊看起來就會有像是火爐啊 煤炭等等的布置 在遊戲中解謎跟戰鬥佔了很大的比例 你要妥善運用自身的能力 來解開島上大大小小的謎題 像是遠距離吸取 或是射遠程的引導劍 你必須要跟這些技能非常熟悉 在你遇到謎題的時候才知道要怎麼破關 嗯 這一屆是我命該設的啦 有沒有看到我完美的錯過了每一個環 這種精湛的技術啊 可遇不可求 也可以看出遊戲中的關卡 除了考驗解謎能力之外 也有考驗操作的部分啊 另外 戰鬥也是本作的一大特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選的是簡單模式 我覺得敵人非常好打 它不像刺客教條啊 是比較遲操作啊 跟攻擊節奏的遊戲 本作非常適合我這種喜歡無腦打的玩家 攻擊非常輕鬆 那在完美的時間點閃避 敵人的動作還會放慢 你就可以再多K他幾下 在試玩的過程中啊 我還被Ubisoft的工作人員稱讚是 做到最多次完美閃避的人 嗯 應該是稱讚吧 而且釋放大招的時候啊 也非常爽快 我覺得Ubisoft就是可以把簡單的攻擊啊 做到超飽算 會讓我覺得 哇 這真的是我在操作嗎 畢竟這款遊戲是開放世界 如果你的每一部都是靠腳走出來的 大概走到一半就會想要氣坑吧 所以你在探索世界的時候啊 是可以隨時叫來你的馬 在高速的時候也可以用翅膀往下滑翔 這邊告訴大家我的一個原則 男騎馬就不要用走的 能飛就飛這樣移動起來才有趣啊 啊 遊戲中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遊戲裡會是宙斯在指引你說 欸 下個任務要去哪 要做什麼 然後你會一直聽到宙斯狂吐槽 很好笑 但其實這個設定啊 是宙斯在跟普羅米修斯 是講你這個傳奇故事 而你的故事正在進行中 那為什麼眾神與怪獸要改名成 分尼克斯傳說遊戲中間也有分享啊 因為遊戲到完成已經跟一開始的設定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他們認為分尼克斯傳說這個名字啊 可以更貼近他們想要帶給玩家的遊戲玩法跟方向 那我想大家看到我前面的一些介紹啊 跟實機畫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起哪一款遊戲呢 嗯 沒錯 就是薩爾達傳說跨影之習 老實說我在玩的時候啊 真的覺得有很多共通點 像是可以飛啊 可以吸取東西 然後有謎題要解 但分尼克斯傳說呢 也有我覺得很突出的重點 例如更著重在戰鬥技巧啊 技能的部分 老實說謎題也不簡單耶 感覺遊戲出了之後 還是要靠各位遊戲大神幫我做做攻略啦 我自己兩小時體驗過後 我個人是喜歡這款遊戲的 它入門門檻低難度很適合新手玩家 如果你喜歡薩爾達 我認為你也會喜歡薩爾達傳說 我們今天的遊戲試玩就到這邊 我跟你說我玩的超順 我可以玩 大家就都可以玩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試玩這款遊戲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在試玩遊戲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好笑的插曲 就比如說那時候工作人員問我們說 欸 那你們就是有 就是錄這個遊戲畫面 你們不知道聲音也一起錄進去 就我們在玩遊戲的聲音 然後就說喔 不要 先不要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講一些垃圾話 就是講一些不太適合放進影片的東西 所以還是給我們保留遊戲畫面就好 那這款遊戲的上市時間呢 我替大家放在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覺得我一定會在周五的 周末玩什麼來玩這款遊戲 如果大家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就是鎖定 周五的貝爾告訴你周末玩什麼 那我們今天的遊戲試玩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給我們like 別忘記訂閱電話少女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